蹭热度刚好就好 过头就实在矫情了 过去到现在 国民党统治台湾治台时期 大量的去用路民的设置 来达到他们要的政治目的 这些威权的遗毒都应当翻页 我一开始就一再强调 我们不改路民 而是增加别民的方式 所以委员的批评 我认为是逻辑型 外星的总统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 也为了纪念八田与一 当迦南国小周边的道路 改名为八田路 我们也不会批评 但是我想 委员不应该双标 对于路民的更改 事实上市府确实也有这个程序 但是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的是 蹭热度刚好就好 过头就实在矫情了 蒋万市长他自己抛出 要做了某个路民的别名 林阳路 当然市府现在就还蛮辛苦的 因为市长的一句话 需要启动这些程序 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 由下而上公民朋友自发的作为 我想大家乐见其成 但是蒋万市长 显然就是一个政治操作的思维 过去到现在 国民党统治台湾治台时期 那为了他的统治的需求 大量的去用路民的设置 来达到他们要的政治目的 但是在讲究转型正义的 今日台湾 这些威权的遗毒都应当翻页 我就以立法院附近 这个林森南北路 其实当时就是蒋介石 为了去加冕 接任他担任国府主席的林森 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所以说除了是统治的需求之外 对于国民党人 也习惯用一种恩宠式的政治哲询 从路民来下手 这些作为 我觉得都是上一个世代的事情了 那蒋万市长这样子的 抛出的议题 那很清楚就有他想要笼络 年轻族群 运动族群 这样的政治目的 我们希望透过增加这个别民 也让所有台北市民 记得李昂、汪麒麟 他们为国家、为台湾 在奥运赛场 和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神 我一开始就一再强调 我们不改路民 而是增加别民的方式 所以吴委员的批评 我认为是逻辑性的 那另一方面 邁清德总统 在台南市 当市长的时候 也为了纪念八田与一 当迦南国小周边的道路 改名为八田录 我们也不会批评 但是我想 委员的指教 不应该双标 也不应该绿能 你不能 接下来 我们也都会依照 既有增设别民的规定 依照相关的程序 以及民意 来进行